光复乡泰巴朗部落积极争取推动原明会部落教保中心之际 今年起开办为期两天的师资培育工作坊 特别邀请来全族语教育的春日河边教室讲师经验分享 希望在未来教保中心的教育上相互支援 教保中心师培工作坊课堂讲座上 以全族语教育为主体的春日河边教室老师板奈 以自身经验分享部落文化教育的点滴 以及实际操作的概况 讲师图文并茂详细阐述 光复乡泰巴朗教保中心开办的师资培训工作坊 参加的学员以及家长也听得津津有味感动反馈 今天这个课程是我省身高速中 我就发现我有幸就是我也想学博物理这件事情 然后像刚刚在课程上面看到动手做这件事情 就是真的可以提升孩子的信息 他才会落实到他自己 就像老师说的内化 我们常会说最好的老师就是自己的妈妈 那我今天在这位老师的身上看到了 事实上他编排的课程 事实上就是跟我们在小学单里面的统整课程是一模一样的 光复乡泰巴朗部落积极争取推动 圆明会部落教保中心计划 让原作民族文化教育不仅是从小启动扎根 更能够部落在地化 因此特别开办了这一场适赔工作坊 主办人杨惠美玛丽谷说 希望未来能够互助合作 在民族文化教育上能彼此支援 我们这几个部落希望有自己的想法之外 也能够透过自发性的全母语的教学的方式 也能够在部落里面可以怎么教小朋友 杨惠美玛丽谷强调 部落民族文化教育不能等 从2018年开始 泰巴朗部落就有积极征设部落教保中心 在硬体设施之外 这一次也特别从软体的师资培训来推动 为部落教保中心的建制 及早准备完成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